這個衣櫥是我平常會放刷手服跟刷手帽的地方 之前PO文有跟大家分享我自己訂做了很多不同顏色的刷手服 還有我的刷手帽的收藏或我的collection 所以其實我蠻多訂的這樣子 每天畢竟要穿刷手服的時間會比較久 所以呢就是我還蠻重視自己每天在開店房裡面要穿的 相對就是顏色搭配啊或是什麼都搭的起來的衣服這樣 給大家看一下今天要手術前的刷手服穿搭 我是李嘉玲醫師是一名麻醉專科醫師 那之前曾經在麻雞醫院任職了兩年的主事醫師之後才離職 大概在六年多以前呢就全職在外面不同的診所跑麻醉的工作 那目前就是一個派遣的女麻衣 那現在呢離開醫院朝九晚五的穩定工作之後呢 日子其實是更加忙碌的 但卻也是可以得到加倍的快樂跟成就感 那因為很享受現在的忙碌的生活 所以想記錄一下自己現在工作的樣貌 大家就跟著我一起過這一天吧 這個衣櫥呢是我平常會放刷手服跟刷手帽的地方 之前PO文有跟大家分享我自己訂做了很多不同顏色的刷手服 然後他們就會分別折在這個櫃子裡面 還有我的刷手帽的收藏我的collection 所以其實我蠻多訂的這樣子 早上的時候呢我會隨著心情 就看自己心情今天想要穿什麼顏色的刷手服這樣 然後如果天氣比較冷的時候 有時候不太會想要穿太淡的顏色的刷手服自己這樣覺得 然後呢就是今天我覺得很想要穿的是粉紫色 然後我還是會自己再搭配跟它比較搭的刷手帽這樣子 既然它是淡色系的 所以我就不太會挑深色的帽子 我就會跟它搭比較淡一點的帽子 來去搭配 這樣會看起來比較好看 每天畢竟要穿刷手服的時間會比較久 所以呢就是我還蠻重視自己每天在開店房裡面 也要穿的相對就是顏色搭配啊 或是什麼都要搭得起來的衣服這樣 今天就搭健狗的刷手帽了 搭配紫色的刷手服 我們第一站要去健檢中心嘛 無痛常未進 通常的話呢健檢中心大概就是八點半會開始 可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自從解封之後呢 就是診所就會幫每個健檢的客人去做快篩 所以快篩要是陰性的話呢 才可以再進來做後續的健康檢查的項目 會有點delay所以九點才會開始 這個台子呢是等一下我會在這邊做抽馬藥 準備馬藥的部分 那這個抽屁裡面呢 如果有不同種CC數二十、十跟三CC的空針 可以抽不同種的藥物這樣子 今天健檢有九台無痛的腸胃鏡 所以我在這邊先準備備的馬藥 那主要備的馬藥是止痛藥跟麻醉的破破破破 就是那個牛奶針 主要是這兩種藥物讓客人睡著 做健檢的無痛腸胃鏡的檢查 那我會用二十CC的空針抽破破破 抽在二十CC裡面 然後三餐牛紙充藥 就會用小的三CC的空針抽紙充藥 再來十CC的空針呢 其實就是 no more selling 就是抽水 就是可以讓麻醉用藥快速的 衝進去客人身體裡面 通常呢一次的健檢呢 一天會安排大概八到十個客人 那資料通常會在之前 就會先screening run過一次 那在當天的時候呢 我們麻醉科醫師到場的時候 也需要在快速的在避逆上面 看一下這個每個客人的過去病史等資料 當天就可以很快速的準備用藥 我是麻醉科醫師 妳好 我們慢慢吃幫妳做準備喔 我正打在右手嘛 好 謝謝 我一直幫妳做照檔期 然後妳做過的吃藥 就是我們現在的 裡面的藥 還有就是 有一個經驗的藥 然後就去做 可以看 我們把藥 然後就去看 我吃藥 然後就去看 院長是一個非常有經驗的醫師 有其是在操作內視鏡的部分 是蠻有技巧的 所以我們常常會開大玩笑說 要夾那些 洗肉啊 切洗肉啊 其實院長夾娃娃一定滿厲害的 在麻第一台的同时呢 我们就会需要准备第二台第三台的需要的麻药 开始需要抽药 那同一时间呢 也要好好地聆听监视器的需要浓度的声音 然后确保健检的客人呢 不会动同一时间也不会缺氧 然后试情况呢 给予加药的部分 那也要一边观察 血压的变化跟心跳 跟需要浓度的变化这样子 好了健检终于结束了 结束后的所有的偷偷的麻药 都要跟护士队好 然后才可以把空瓶丢掉 院长辛苦了 这里是健检诊所的恢复室 稍微跟大家在这里解释一下 今天的时间比较久 因为刚好遇到一个健检的客人 他有一个比较大的洗肉 需要做切除的动作 所以呢除了麻醉时间比较久 麻醉用的剂量比较多以外 同一时间也要配合肠胃科医师 给一些抑制肠蠕动的药物 好让他方便在切洗肉的过程 是比较顺利的 所以今天算是有一点累的一个早上 那现在已经中午了 所以我接下来要去坐计程车赶场咯 今天辛苦大家 有一个巨大洗肉要切 其实有一点累 好啦谢谢大家辛苦了 拜拜啦 我要赶场去坐计程车了 拜拜 嗨大家 晚安了 这边就是原修室跟更衣室 那我通常会直接进来这边 换一下我的等一下要穿的刷手服跟戴刷手帽 然后呢之后就会在开刀房里面呢 等一下准备 隆地手术的一个麻醉的剪去的前面的动作 给大家看一下今天 把手术前的刷手服穿搭 一开始进来的时候呢 一开始进来的时候呢 我们会先把身体监视器跟麻醉的机器打开 排管打开 然后呢麻醉的机器在使用之前的时候 会做一个所谓check麻痣的动作 就是确保麻醉的机器每一个环节都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需要花几分钟时间 所以同一时间我们会开始准备一些其他的打针啊 点滴啊 或是准备抽麻药的部分 那等一下是要做龙鼻的手术 所以等一下会需要做插管 然后插的管扣 插的管子呢就是所谓的口弯 所以一样都要再准备好 然后呢在麻醉机器底下呢 的抽屉呢会是放着除了麻醉药物以外 麻醉科医师会用的相关用药 例如说降低口水的用药 利固醇抗生素等等 或者是手术结束完之后 肌肉松磁剂的解抗用药 然后呢就是脂血用药都会在这边 那生压药降压药呢会在更后面的地方 以备不时之需 那我们在准备的过程呢 我等一下要准备麻醉的时候 我会用的相关用药我就会先拿起来 放在这个小弯盆里面等一下准备打针的时候 会连结的麻醉其他留麻醉用药给予手术的客人 现在呢就是手术的客人在外面等候是等候 然后同一时间我在这边备麻醉的一些用药跟点滴线这样子 手术终于结束了 手术如果不太好开的话 甚至一个蠻米手术可能也会到八九十点左右这样子 所以今天算是还好的状态 所以等一下吃完晚餐我们再回家哦